衛福部基隆醫院建議使用LDCT 也就是肺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輻射曝露量較低 檢查前不需要空腹等待 只要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完整掃描肺部 如果發現肺部有異狀 可以讓民眾早期發現安心治療 肺癌目前是我們死在癌症裡面第一名 不管是男生女生 還有他非常重要性 我們知道經過一般的X光檢查是檢查不出來 很多到X光看得到都已經是末期 他們常常醫師在這個領域方面非常有經驗 那他也藉由他整治過的病人的經驗 來跟我們分享 基隆醫院院長林三祺和胸腔外科醫師陳豪香 在記者會中表示 根據統計資料指出 肺癌在最近10年來都是國人十大癌症死因的首位 也舉例有一名詹小姐 菸林30年家族有親人因為肺癌過世 因此自己也特地到基隆醫院諮詢 由陳豪香醫師用LDCT掃描肺部 意外發現左上肺葉有海心狀病灶 高度懷疑為惡性腫瘤 經過切片證實是肺腺癌一期 基隆醫院指出近年來國健署推行的LDCT 是相當好的早期診斷和篩檢工具 而具有肺癌家族史或是重度吸菸的50歲到74歲男性 45歲到74歲女性都符合提供補助的篩檢資格 民眾也可以自費篩檢 在基隆醫院一次LDCT篩檢是6000元 你可以想像成如果這個東西它像毛玻璃一樣 孤孤耶 這種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如果是實心的像是橘子種子這種的 也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外觀上當然越實心的東西我們會越害怕 簡單來講是這樣 越實心的東西會越害怕 所以通常切點我們會抓0.8左右 0.8我們數前有時候 如果它離表面沒有到很遠 通常你進去看著肺的表面看不到的時候 它就需要重新掃一次電腦斷層去做定位 不管是染料或者是一些鐵絲之類的 那有時候大概有三層的時候 我們去數前電腦斷層定位的時候發現它消失了 那我們就會恭喜病人可以回家 為什麼 因為二星的東西是不會消失的 如果你追蹤它過一陣子還在 而且有一定的大小 大概0.8以上我們就會建議做手術切除 基隆醫院指出依據全台各大醫學中心統計 接受LDCT低劑量電腦斷層的民眾裡面 大約有1.5%到2%需要後續追蹤或是治療 醫師將會依照影像特徵決定是否手術切除 切片採樣或是每3個月6個月以及12個月 追蹤一次就可以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